欢迎收看今天的所欲乐 我是瑶瑶 昨天晚上好多小伙伴熬夜 追完了九州天空城的大结局 万万没想到玉皇被虐得那么惨 有人说要给编剧寄刀片 有人说要反手给编剧一个星际大西瓜 大家冷静 今天有消息放出说 据说还有一般隐藏式的大结局 对此所长第一时间独家连线了圈内小编 会不会发唐ho大家呢 赶紧来看看今天的头条吧 大年一起虐恋一起飞的九州天空城 终于在昨天迎来了大结局 想看风铃夫妇忠诚阵属 准备撒花庆祝的粉丝们 恐怕是失望了 风天忆皇上不错了 翅膀没有了 猎人失忆了 自己命格也换了 最后易富林好不容易想起他 喊了一声天忆后 又跟白体军一起灰飞烟灭了 很以为整部剧白体军已经最惨 没想到 玉光成了罪恋男主 所长独家连线了圈内小编 兼天空城铁粉 我们来听听他对悲惨结局的看法 我觉得挺烈的 因为从拍从第一 然后往后看 就对这个剧的定性呢 就觉得是一个特别轻松 欢拖猪耳 然后好笑的这一剧 要知道 之前的他俩可是甜蜜到心窝里的 作为妖艳介护的羽黄 千万调戏整骨易富林 玩着玩着就新生情谊 给妹子煮了面 受了伤也要用傲娇来伪装 真是个芥蒙的瘦气包羽黄 你这些伤 该不会是 为了给我煮面弄的吧 我堂堂羽黄凭什么 为你一个小丫头煮面 别多想 带你上天带你飞 为你挡劲 要你安慰 用鞭子揽住女生 霸道表白的场面 让迷妹们忍不住呼唤 好美好美 然后两人就开始一路相爱相杀 彼此虐待 易富林为了保护封天忆 说我喜欢的是别人 语黄怎么了 风天忆 你也太狂妄自大了吧 风天忆为了弃易富林 嘉义要和雪飞双成婚 我来时要告诉你 你不能和雪飞双成婚 为什么 因为我更喜欢你吗 不是 那是什么 是你易富林倾国倾城 所有男人都要为你倾倒 好不容易在一起 易富林又中骨了 最后两人可算要结婚了 女皇未坚知道 易富林就是心流花神 为了保护富林 无理与皇大党又逃婚了 不得不说 这男女主每次和好在一起 超不过一集的时间 转不去到最后 主要角色上除了风天忆和宇皇珍 几乎零尽存 好像集体都在 来吧 互相伤害 我们再来听听圈内小编 怎么说 之前就是读知他是一个原创IP的时候 我本来就是对他有一些想法 就是猜測可能是一个比较狗血的剧 或者或者是一个比较就是低诱的 但是人家看几题 我觉得挺深刻的 而且有些台词写得非常有些人物也没有走行 转了一暑假 九州天空城 粉丝们在光博展开了大规模抗议 为啥身为尊贵的腾讯VIP 却给我一个这样的结局 编剧导演我们谈谈 刀片都市蜘蛛统统寄给你 好在导演终于松口透露 这个月31号 腾讯视频将公开隐藏版结局 难道风里CP还有希望在一起 我们现在听听小编有没有一线交线 如果现在得知可能还有一个隐藏版结局 就会稍微期待一下 是不是会有一个好的一个 大家不动作期待的那种 因为之前预告的时候 它出来的 它出来的一些台词 这些台词在这个月经版的 这个结局里面是没有出现的 就比如说 这个风经营有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把零二 就是天下来我会把零二环定 还是来室友会把零二环定 这个在这版本的结局是没有出现的 所以说可能定在隐藏法案里面 就会有这样一个 白鸣军跟风经营的沟通 可能也许这样的话 零二环就会没有死 觉得他们俩在一起了 所以说 曾经一成为这么抱歉的 对白鸣军说这样的话 就是我的感觉 所长重新翻回预告片 相信 我把零二环还给你 通为天空城剧名的所长 觉得这句台词就是一种暗示 倘若风天忆提前一步 找到白鸣军和易夫连 就能救下易夫连 在另一段异购片中 风鸣夫妇抱在一起的画面 也未曾出现 相信无力玉皇能完成大任 重新记起自己命定恋人的易夫连 也可以突破少五的智固 和风天忆联手发糖 锅上甜到好死人的幸福生活 想看风鸣夫妇在一起的结局吗 接着起 在投讯视频九州天空城 播放机下方的人气排行榜 为喜爱的明星赠送新柳花 77150万朵新柳花 尊贵会员 并可以在8月31日24点 提前观看 隐藏大街区哦 剧情不够 现实来凑 我们的天后又收割小鲜肉 日前 孝雅宣赴泰国庆生 被网友意外拍到 实质紧扣高大睡气神秘男 在这里先恭喜新CP啦 扫完狗粮在熏腾下抱墙 今天凌晨宝宝发布了一条微博 这也是婚变后首次发照 照片中虽然他面带笑容 但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并不好过 希望宝宝尽快走出来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谈资吧 今天凌晨 王宝强晒出自己和刘过良 王楠等人的合照 并配文感慨奥运 这也是他婚变后的第一条微博 照片中的宝强 虎子拉他头发期间 虽然面带笑容 但所长还是看得出 他略显沧桑 令人安心的是 虽然宝宝的婚姻失败了 但是好在有一帮这么好的朋友在身边陪伴 今日肖亚轩恢复泰国 欢度37岁生日 却不料被网友拍到 他与高帅男在曼谷大街食指相扣 虽然没有拍到肖亚轩的正面 但拍摄的网友很肯定是肖亚轩本人 只信 这位喜欢高帅男是一位高尔夫选手 两人郎才女貌 其实今年三月 肖亚轩才被爆出 与神似汤姆扣鲁斯的美籍男友Michael热恋 没想到这么快又换了新人 真是有钱有貌就是任性呀 全中盛传郑爽的家庭背景非常好 老爸是在沈阳开公司的 郑爽一个人就居住了一个豪华大别墅 在某节目中 郑爽的豪宅华丽的曝光了 先来看看豪宅外观景象吧 四面环树绿化设置的非常赞 内景设置也是相当考究 各种实木家具独具匠心 原来爽妹子好这口 陈伟廷和赵丽颖心里是cp 系外的爱好也很统一 银宝小吃货的名号已经不是秘密 普通女明星晒一道菜 赵丽颖帅豪华套餐 就连拍摄选心 也得来点零食补充体力 陈伟廷更上一届 一个苹果就能让她陶醉 周晚比脸还大 随便一餐就是满汗全息 还火势声地将正人秀 变成了陈伟廷的吃饭秀 有网友翻到陈伟廷早期 在香港参加的综艺节目 原来她这样旁若无人 一直到底的风格 游来一角 近日晚上爆出Big Bang胜利 在夜店喝酒跳舞的一段视频 视频里 胜利被一个男人捏着下巴灌酒 他非常的屈从配合 此外 他还和某热舞女子大胆贴身 疑似抱着亲嘴 视频一出引发很多网友讨论 有粉丝留言表示 好伤心啊 希望不是真的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的问题又来了 说一下你期望的 九州天空城的结局是怎样的 搜索微信公众号 所谓娱乐 参与互动就有机会得到 神秘礼物 所谓娱乐 不看你就out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看来想当鲜肉收割机 首先你得是个天后 我们一起加油吧 拜拜 我可以看来的 你自己在继续 我喜欢你的战功 他的字熒 你 Again 我请你 我请你 你 你 我请你 我请你 我面无数 你 你 我 你 我 我愛你 i dau perna mea să doar tu pe ea sai vise pufoase in nopți furtunoase eu îți dau perna mea să doar tu pe ea doar tu scrii poeme pe putele mele când am să am te stric ba ca esti pe altă planetă si iar ne luptam la baionetă Cand osta-n pereastra mea evoluezi în lumea dar iubirea nu te întreabă Şi când ți-e lumea mai dragă Te loveşte cum vrea e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